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 男主刚购物回家 就在路边的公园 看见了一个正在淋雨的JK少女 少女失魂落魄 毫不在意被雨水淋湿 这个画面引起了男主的注意 但男主在意的是 这个头顶不知道是被零掉色还是需要补染的金毛 虽然没怎么说过话 但好像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也曾是自己的初中同学 其实两人之所以不怎么熟悉 是因为金毛经常不来上学 是闻名于整个学院的辣妹 但金毛并不是那种性格大大咧咧的活泼系辣妹 反而浑身透露着一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气质 这样的高冷气质 再配上一头金发 如此高调的形象 难怪流言蜚语不绝于耳 因此 男主对于她的印象也停留在了孤高系辣妹一词 不过美女有难 若是再不出手相处 实在有为男主亚撒斜的人设 因此 男主快速奔向淋着雨失去高光的少女 用自己的伞姑且给金毛挡挡雨 是 五月女同学对吧 在男主的询问下 金毛也喊出了男主的名字 但面对男主的关心询问 金毛直接撇过脸说道 别管我了 但是亚撒谢的男主 明显不会放金毛独身一人留在这里淋雨 看着金毛脏脏的校服 满是褶皱的裙子 男主劝说金毛赶紧回家 但这时的金毛却说自己已经是无家可归 流言缠身的金发辣妹 居然在这种大雨天气里独自阴谋 如此耐人寻味的一幕 再加上这句莫名的话 亚撒谢的男主瞬间联想到 金毛肯定是遇上了什么难以启齿的近况 体贴的他决定不问过往 直接发出邀请 不嫌弃的话 要不来我家 明明是有些不妙的话 但金毛的眼里终于重现高光 向男主询问着是否可以 而男主看着金毛的表情 想起了自己的幼儿园初恋 直接将孤身一人的辣妹打包回家 外面的雨还未停歇 但却映衬着男主的家很是温暖 顺便一提 相比一般漫画 男主单身住公寓的设定 本部漫画 男主可是拥有着独栋小别墅 短暂的相处 让男主发现到 虽然金毛是校园内出了名的辣妹 但是进门的时候也非常有礼貌 这样的反常感 加深了男主对他的好感 此时男主将自己的毛巾 和居家服递给了金毛 还体贴地让他先去洗个澡 毕竟刚刚淋过雨 要是感冒就不好了 绝不是有什么非分之想 在金毛进入浴室后 男主才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做了一件多少有些不对劲的事 就算是同蛮同学 就这样轻易带回家 实在是有些不合适 但回想一下刚刚的经历 自己堂而皇之地邀请发言 金毛居然也欣然答应了 看来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遐想空间 想通这点后 男主的思想就开始跑火车 从女孩子答应和自己回家 倒意味着可以进一步发展 男主甚至想到了 倒嘴不吃是男人之耻 但吃了就要接着吃三十年劳饭 想着自己被金毛诱惑着一时冲动 然后被报警抓走 手上的银手镯闪闪发亮的画面 男主开始祝自己下辈子一定要活得再顺利一点 看来就这么跪倒在地的男主 多少也是个大师级的编书达人 好在思想及时杀住了车 男主理智恢复 决定不再想这些傻不垃圾的事情 还是解决自己的温饱最重要 而男主所制作的蛋炒饭 可谓是苛刻分明 看着就是老厨一大师了 在这过程中 男主心中还在正人君子的想着自己的萌点 可不是冷淡系金发辣妹 而是优雅魅力的清纯系黑肠植才对 想着自己的心动类型 男主一个没忍住又开始响如飞飞 这时出狱的金毛穿着居家服出现了 这种带着浴室蒸腾气息的美少女 穿着自己衣服的女孩子 多少还是有些难以把持 看来心动的系列也可以先抛在一边了 但不得不说 可可分明的蛋炒饭果然是好吃的 金毛浅尝一口便忍不住夸赞男主的手艺 所以宫类女孩子姚从未出发 通过美食 两人的距离逐渐被拉近了 聊起了彼此的情况 男主是高中合格录取后 因为父亲的调制安排就下来了 所以父亲母亲和妹妹先搬走 留男主一个人在这里读书 之后等合适的契机 男主就要去办理转学 而男主也在介绍了自己的状况后 安抚金毛 正是因为自己迟早会转学 所以金毛无家可归的原因 讲给自己听也没关系 但这话从男主的口中说出 总有种哄骗的意味在里头 金毛也毫不意外地露出了为男的样子 但最终他还是开口 告诉了男主自己的家庭状况 相比男主这种家庭优渥 父母相爱 还有一个妹妹的和谐家庭 金毛从小父母离异 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因为贫困的家庭 金毛自从上了高中 就为了补贴家用 旷客打工 可惜 这样依然无法阻止母亲的离开 金毛的母亲因为有了新男友 选择离开金毛 留下金毛一人 因为一直脱限的房租 只好拿上了最低限度的行李 离开了公寓 最终沦落到了公园 男主听完金毛的故事 也忍不住黑脸 上了高中的女儿 为了生计外出打工 母亲却和男人快活 金毛实惨 因此 对于金毛目前迷茫的状态 男主也提出 可以先暂住在自己家里 毕竟家里有空房子 而且自己也绝不会插嘴金毛的事情 也不会对金毛提奇怪的要求 尽管男主知道 自己没有必要管金毛 再说了 自己作为高中生 也没办法插手金毛的家世 但是一看到金毛的脸 男主就忍不住在他身上 寻找初恋小可爱 落寞的背影 所以最终还是向金毛伸出援手 甚至在金毛答应 掏扰一段时间后 男主还指明房租和水电费 都不需要金毛掏 金毛的打工生活 只需适量就行 主要还是要回归 普通的校园生活 这样的大佬发言 让金毛感动不已 而嘴上说着 不会对金毛提奇怪的要求 实际上 男主也会红着脸 继续泡着金毛泡过的洗澡水 毕竟 这也是同居生活 应有的小小福利 雨过天晴后 身为居家好男人的男主 再次上线做早餐 平常的他 都是不吃 直接去上学校 但是想着金毛 亚撒写的男主 还是早起 做了一顿丰富的早餐 金毛昨晚睡的是 妹妹的房间 妹妹的床 但是男主 还是忍不住想象了 金毛和自己 同床共枕的画面 果然 男高中生的脑子里 多少还是有点东西的 早餐上桌后 男主发现金毛还没起床 有点担心金毛 是不是昨天被雨淋感冒了 在敲门无果后 男主选择偷瞄一下 熟睡的金毛 看着金毛修长的睫毛 微微泛红的嘴唇 和雪白的肌肤 这样清秀的脸 怎么也不会觉得 是传闻中的辣妹 可能是男主的视线太灼热 熟睡中的金毛 渐渐转醒 昨天的三十年牢狱梦 又开始在男主的头脑中 走马灯 这次的罪名可能是偷窥 而刚睡醒的金毛 明显带点天然呆的属性 对自己面前的男主既不设防 还有种又要倒头入睡的势头 但在男主洗脸的指示下 迷糊的金毛 突然头锤卧室门 这种反差萌 也让男主更加了解了他 相比昨天顺其自然地带回家 沟通 今早的相处 显然男主感到了有似尴尬了 毕竟第一次说话 就进展神速直接回家 但是总归还是 不怎么熟悉的同蛮同学 好在金毛比较神经大条 气氛什么的完全感受不到 倒是被男主的全能家务技能吸引到 男主也安慰金毛 传道桥头自然值 体贴地将钥匙交给金毛 为他提供一个暂时的庇护 目前本部漫画还在连载中 整体就是尘埃温馨漫 男主女主颜值适配度也很高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找漫画看看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